自由大 你在找什么 我在找梗 大家好 我是自由人 欢迎收看盘后三分钟 今天是2024年1月29号星期一 每个礼拜一都很重要 如同每一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自由人说过 17838 你要一直记住这个数字 因为在17838之上 年K是红K 那1月的月K呢 也是红K 那 这个一周的周K呢 也是红K 因为这一周是 开平走高 而且波动还很大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软体部分 这是今天开盘的部分 今天开在 18011 18011 那开盘之后呢 它就一路往上拉 一直拉到现货 10点 整整拉了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拉谁呢 一开始它其实是拉传厂的权重的股票 但是后来呢 后面后面的中小型电子股 立刻赶上了 尤其是各位看到这个 微影 自由人一直说买伪创不如买微影 那微影在就可以带出高价股 它现在已经是第五 而且它微影是创新高 创新高 它是高价股这一波的代表 所以我们看到 高价股这边都是红K比较多 四星KY是创历史新高又拉回 股王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接下来看热门股方面 热门股因为全子股把指数垫上来之后 热门股纷纷的出场 纷纷冒出头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微影 还有神盾集团 看到神盾我们就可以联想到安国 竟然具有也 近前20大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热门股 一眼望过去都是红K 那今天这个往上涨 就是很正常的现象 所以今天的波动来到了 这个三壘的 165点 所以说今天的行情 其实一定有很多人 去放空 所以现在是在 在做什么动作呢 在做嘎空的动作 所以各位不要轻易的去放空 那什么时候才结束呢 大哥说了算 谁是大哥 台积电说了算 等有一天狂拉台积电的时候 才是真正的高点 好 今天的盘后三分钟 自由人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